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看這隻戒指 Ultra Human Ring Air 它是一隻智能的戒指 而不是一隻普通的戒指 我無論在家、洗澡、睡覺、乘搭單車、整車 我都在戴這隻戒指 它會有一些數據可以給我們 可以給我看我一些健康方面的資料 今天想和大家看看它有什麼數據 要看得到它有什麼玩的 對了,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的頻道 我是Chris 如果說比較多人知道的 就會是智能的手錶 如果說想看看自己一些健康的數據 但是長時間戴錶 我就覺得不太舒服 而戒指正好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睡覺戴著 其實它也沒有太大的感覺 首先在外觀上看 我這一隻就是銀色 它還有金色、亮面的黑色和雅黑色 總共有4隻的顏色 然後它的厚度是2.8毫米 重量是2.4g 是非常輕的 它比我這些真的戒指的戒指 所以真的很輕 它裡面是用了抗敏感材料的塗層 所以戴上也不會說不舒服 外面是用了太金屬去整成 所以就說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刮花 我自己去做單車維修的時候 照帶著這隻戒指都沒什麼點花 非常之新正 然後我想大家可能會想 買一隻智能的戒指 這麼有分尺寸 我怎麼知道有什麼尺寸會適合我呢 它是非常貼心的 它就有這個 它會首先寄了這盒東西給你 給你量一下你要什麼尺寸 然後再決定好 然後就跟著說明去做 然後它就真的寄了這一盒 你的智能戒指給你 所以就不需要我擔心說不適合 它簡直是有這個圈圈 可以讓你試一下套進你的手裡 也可以提一提 有一件事不一定大家都會關心的 就是單車的職業車隊 都有用這隻戒指 比較出名的就是Pokacha 比賽的時候大家要留意 它的手可能看到它沒有戒指 但是我又留意過一條影片 應該是它住那一道來的 正正看到它戒了一隻黑色的戒指 現在就想跟大家一起看看 它有什麼要玩 有什麼數據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要玩 它有一個專屬的APP 單車之後就可以在裡面 看到有很多資料 非常赤裸 給大家看 首先大概說一說它有什麼可以看到 它可以看到我走路的步數 心跳率 血氧 我皮膚的溫度等等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資料 都可以看到的 然後它會給我一些建議 可以怎樣做呢 怎樣做才可以令我健康一點 就是今天 今天剛剛過了12點沒有多久 現在是凌晨2點 2點半我還沒睡覺 其實有些東西是鎖住了 因為我還沒睡覺 它有些是要我睡完 之後才會再顯示出來 我睡覺的指數是多少 然後我運動的指數 是要等到我睡完 起床 這樣才會 走一下 做運動 這樣才會有得看的 現在沒得看著 沒得看著怎麼辦 看回上一天才可以 它有得看回之前的日數 例如說昨天 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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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停數看回也OK 對 那我們看回昨天 昨天的運動指數是 66 66是一個合格多一點點 走過的步數就是7000多 但它會走到11000 然後它還有活躍的時間 熱量 我消耗了1900多的熱量 它也有得看回之前的那個星期 我運動、訓練的頻率是怎樣 也有得看回 下面就有睡眠指數 睡眠指數是我經常看的一件事 因為我睡眠那裡都很差 可以看到只有55 就已經是 知道了 對 我們再看看 這裡是很仔細 寫著說我床上 即是在床上的時間是多少 然後總睡眠時間 其實只有6個小時多一點 之後是效率 按錯了 平均心率 還有這些其他的資料 都可以看到的 是極多的 可以看到是 總睡眠 睡眠效率 溫度 舒不舒服 下面這裡 平均的 養飽和率 都可以看到的 是一個監測我睡覺的時候 一個非常之好用的APP 所以我常常會看 今天我睡覺 睡完之後 我的效率是怎樣 最低的心率是51 每天都不同的 心率是每天都不同的 不過也不會差得太遠 這個也是我 玩了這隻的戒指之後 才知道 我以為會很接近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回復的分數 他叫我優先考慮休息 對 看到我眼神都有點 沒什麼精神 看看 這個 我記得我好像有 在IG的故事 睡眠指數得55 紅色 需要關注 可以看到不同的時間 我的心率有什麼變化 例如這裡 大概3-5點 我的心率是64 上到112 為什麼這麼高呢 可能出去踩斜 這個期間的心率就特別高 我發現他還蠻準的 我最初有想過 會不會不準 只是很大概 他那些睡眠時間 例如我玩 白曼行的那一天 前一天我只睡了3個小時 他就真的顯示給我看 我只睡了3個小時 對了 這裏我看到 顯示我睡了3個小時 多一點點 沒有事情令我熬夜 對了 睡完沒多久 又要起床去白曼行 所以只睡了3個小時 然後第二天 就馬上睡多一點 很累 變了綠色 不是紅色 好了 錢就是灰灰的 紫紫的 已經成了 這個也會是這個app的好的地方 有時候不只是看一天 是可以同時間看幾天 我的睡眠指數會是多少 我回復了多少 而有時候他也會告訴你 那個時間 你應不應該去曬太陽 感受一下日光的沐浴 又或者是你應不應該 吸收一些咖啡因 令人的狀態更加好 他會提示 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這隻戒指 我覺得他好玩的地方 不是單純只有數據 一些紀錄 他是會給我們一些建議 是一個健康的管理 這個真的不錯 他會告訴你 你睡不夠了 你要多睡多點 休息多點 回復多點 你可以喝什麼 攝取什麼 這隻戒指是智能戒指 怎樣充電 就用這個 對盡位置 這樣就在充電 我多數是洗澡的時候 就會拿來充一充 看到他有兩條線嗎 盡可能把電量保持在這兩條線的中間 就最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這個app 是免費的 剛剛我所提及的數據 全部都是免費的 還有一件事我挺欣賞的 就是他這個app裡面 是有一個聊天的功能 是真的有一個客服跟你說話的 我是試過的 那時候我剛剛 選了尺寸 然後我發現 我打算買7 但我發現好像太大了 我就選了6 然後我直接問客服有沒有改 我一問完他 他就馬上描迴我 大概1分鐘以內 是非常之快 所以他這個 也是很有用的 是有什麼問題 都真的有支援 可以幫助自己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隻的 Ultra Human Ring Air 的智能戒指 我第一次使用的感覺 都覺得很不錯 看看下一次有什麼產品 可以跟大家試一下 今天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Roda Humanis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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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